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成年人通常会成为孩子行为的楷模,因此需要更加警惕自己。 媒体报道,在校园选举中,竟然出现了扒拉票、会选等选举乱象。 联合报报道,许多国小会举办自治小市长选举,有小朋友因为没有向其他候选人送同学饼钱糖果,只乖乖地宣扬理念,结果落选。 还有小朋友的哥哥姐姐跑到班上拉票,还不准学弟妹跑票。 更夸张的是,有学校因为校园选举竞争太激烈,家长老师都介入,只好停办。 报道指出,云林县教育处代理处长林慧荣建议,校方可先辅导小小候选人,让他们提出可行性较高的证件。 云林县镇南国小校长邱惠利则表示,学校会教育小小候选人,礼物价值不能超过30元。 让小朋友真的能在活动中学习到民主选举的意涵。 本报报道,16国小校长蔡正龙指出,每年自治小市长选举活动,参选的小朋友为争取选票,往往会提出很多高难度的证件。 比如兴建游泳池,兴建活动中心,全校装设冷气等,但限于经费往往无法达成。 所以他去年开始要求自治小市长许检讨证件达成率,于当选一年后提出施政总报告,希望提醒小市长候选人能使实际情况提证件,不再乱开支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